2月23日下午 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 在台湾台南的第四场演出 现场座无虚席 生计养殖业者一家人 观赏后开心的分享感动心情 并期待下一次的演出 生计养殖业主说 神韵是超水准的演出 看得很有水准 超有水准的演出 就期待下次再来看 生计养殖业者余先生一家 开心观赏神韵艺术团演出 在一台演出中 一窥五千年来 中国历朝文明的不同样貌 令人叹为观止 不虚此心 对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服装啊 人员啊都很专业 对啊 真的是很震撼 很震撼 就好像看到了中国的历史 然后就很开心 可以看到这次的表演 像我很喜欢就是 瑶竹那一段舞蹈 然后还有筷子舞 就是很轻松 然后很跳跃式的感觉 任职知名国际大药厂的郑小姐 分享观赏神韵晚会的感动 舞者投入的那个真诚 你看他们的那个眼神 然后表情 然后还有就是他的那个肢体动作 你会觉得那个整体的那个结合 然后配合就是说 一些科技啊布景的这一些 然后还有就是说他把这个整个他想表达了这个 真善忍的这个意境传达给我们 我觉得可以很深刻的可以领略到 对所以其实每次看都蛮感动的 那个神佛在线的时候那个很大的 整个的那个很金黄金碧会好像那个法轮啊 对然后整个都是真伞 看到那一幕的时候觉得 对很有感觉 以中国古典舞为主 演绎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 在线5000年中华文化的神韵晚会 郑小姐说 有机会希望何家人再次清零神韵 新唐人野台电视 林美华 陈希文 台湾台南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